大家好,歡迎來到炭乱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乱韭菜 炭乱韭菜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09分 原來我們今天大盤上漲了73點 雖然上漲73點,但是我們的貴蠻僅數表現的算是可圈可點 在昨天不是一個很爛的一個大爛盤 大碟盤 但是在今天呢 在今天這個獲利回圖的部分基本上都回來 都回來 但大家還有一些虧損的部分 所以說 就是又補回來但是沒有全部補的一種概念 那就是希望說後面行情還能夠延續嘛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這一個 兩三天都是還掌極疊 所以說在這個極疊的時候 就是避免 讓自己的一個獲利整個都不見 整個都消失 所以 還是要控制好這個倉位 那今天原先想說 我們待會再看時間好了 因為 我們今天 其實我也不知道主題應該到底是什麼 Maybe 是這個 古玩換人 還是說軍工 不太知道今天主題應該講什麼 不過應該不會講大盤 那這個各國部分應該會在這一部講 或在第二部講 看我這部影片講完時間 對那再說 因為 今天 還有要錄製這個會員影片嘛 所以說 時間上會比較改 好我們就再來看吧 那大盤的部分我們就很尖端很尖端說 要把我的一些觀念去帶給大家 好我們看一下 我們昨天看的這個位置嘛 我們首先說嘛 我們昨天看了60分KL 我們看60分KL 昨天畫了這三條線嘛 我們說 不是這個 我們昨天畫了這三條線 應該是這一張圖啦 應該是啦 我也忘記我這邊畫什麼因為 有日盤跟夜盤的這個期貨 反正呢 我們知道了 昨天的低點就是去測試前面的缺口嘛 20030 我看昨天那部影片會比較清楚 那後來呢 我就說嘛 總共這三條線嘛 20030 2015 那再來是20 270 所以說 我們知道嘛 今天早上一開盤就開在 20185 那可以知道說 他 開在這個位階的話 那代表說 今天大概率會在這個地方上下游走 所以說 在 大概 11點 12點的時候 他就是卡在 20270嘛 那如果說沒辦法突破過去 那之後就有機會 測到 20150 就是再 往下去跌 往下去跌 那這一場在跌破呢 他就有機會 再到 最底部 20030那個位置 那今天 看不出來是周結算 然後今天周三 但是看不出來 好像就是 昨天已經反映完的感覺 因為沒有那種 上下震盪很大 昨天上 大概是400點嘛 所以比較大 那今天基本上就是主要靠這個 聯發科跟鴻海往上拉 但是鴻海呢 對鴻海目前來說 如果說以還原線的話 因為我們看 我們都看還原線嘛 以還原線來看的話 他其實是沒有任何壓力的 是沒有任何壓力 沒有還原的看嘛 一直以來我們都用還原分析 基本上 從以前 十幾二十年了 你被套牢 只要你 一張不賣 真的是奇蹟自然 一張不賣 那到現在 一定是賺錢 因為是還原了 你要以前被套了 全數都是截套的 不要在中間 可能上下做操作 你只要 買進一張 然後放到現在 就是已經回來了 就已經是賺錢了 但是呢 我們比較想要關注的是 到底會漲到哪裡 到底會漲到哪裡 那其實我認真去 算 假設我們這裡抓一個 漲幅滿足的話 其實好像差不多在100 對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所以說 他有去卡住 走兩波的話 走兩波的話 剛好是差不多這個位置 那 如果說我們是用這個 不還原的來看的話 其實大致上我是抓前面 有一個153左右的位置 153左右 是前面這個 這個兩個高點 在2010年 很久之前 我不曉得主力會不會看這個地方 所以 我在思考說會不會 開始有預壓力 然後開始做一些震彈盤整 所以說 目前的這個走勢來看 雖然說是往 今天資金在他們這邊 但能不能夠續漲 也是一個問題 對 能不能續漲 那是否漲太高 也是一個問題 那台機電的部分 仍然沒有做突破 然後下跌 去讓出這個 點數 下跌多少 其實 下跌3塊錢 也不多 但就是一樣 仍然 就沒有辦法越過去 明明這個790應該對應到的 應該是台股的2萬點 但沒有 所以說 現在市場呢 在這個 200點這個附近 就開始會有一些 蠻奇妙的 動作了吧 但不知道到底會怎麼去走 但目前觀察起來是 真的有一些資金是有去挪移到 其他的類群 就蠻多是 翼山出去 翼山出去到其他的 全職類這樣子 對 那之前說的AI指數 感受上 感覺上 好像 還沒有到 而且這個還沒有到的感覺呢 感覺是一種 可能過 搞不好一兩個禮拜都沒辦法上去的感覺 對 所以說目前的 眼睛眼光應該不會說去盯的那些 比較偏全職類的個股 因為 比較偏全職可能就是一些 廣達 偏雙技嘉嘛 他再來就是 之前比較紅的 齊鴻啊 尾影啊 等等 可能 還要 有的盤 對 因為目前來說其他指數真的太強勢了 待會再說 比較知道 好看一下貴賣指數碼 今天掌勢就是比大盤好 那讓中長型個股真的很活潑啦 但是仍然是沒有去走出這個區間 所以一樣 個股 都不能用 追的 然後我們就簡單說大盤就簡單說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昨天NAS的表現 那那昨天NAS的表現 我們在昨天分 分析的時候說 這根差的還不錯 但是呢昨天是又跌下來 所以 目前就看了 如果說以結構上來的話 我們一樣把這個 20170 我們改成20150 這個地方就是 一個 Range 不然就改一個Range好了 就是20170到20150 然後這個位置 不要去 他對應的是我們 期貨的部分 然後目前是開在這個直下 目前開在直下 所以說 會不會再真的往下跌 有可能 搞不好這個地方 對應的是我們台股的2萬點數不定 因為其實 沒有那麼的 同步啦 沒有那麼同步 目前 這個NAS 就是這一個 美股的科技股 仍然在做休息的一種 看法 好那今天最強勢的族群就還是鴻海 鴻海的這個其他 然後有竄起來就是生技醫療 竄起來 再來一些可能 大家不那麼喜歡的居家生活 然後呢 營建股 真的是一去不回頭 他現在應該算是 他跟其他電子 就跟鴻海一樣 鴻海基本上就是一檔獨大 那 營建類群的一個股票 基本上就是易刪出去 所以說 我不知道這一波打有沒有做到 那我自己本身是沒有 對沒有 那其實 他們的漲幅 講真的喔 不輸一些什麼AI 不輸什麼的IP IP什麼細資產 真的是這樣子啦 真的是這樣子 這一波真的上來 其實漲很久啦 那我自己 有在做關注但是 都沒有進場 有啦有進場一檔 進場一檔 那個 這個就不講哪一檔好了 好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我們就來看新聞的部分吧 我們大盤就很簡單的略過 因為昨天比較一種 可怕的感覺 好我們看一下 今天啊 孤彎 孤彎啊 換人單啊 就是這個我們的新聞呢 今天的信華說 今天營運會大成長 然後呢 客戶的這個庫存 消化的差不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他在今天漲停了 所以說 在 3215 然後呢 4星KY是在 3150 4星KY今天跌了5% 那大家記不記得之前有講說這個IP股呢 並不是所謂的 越疊越買的這一回事 對那 其實老實講 目前我也 應該說不太會分析的 就有點看不太懂 有點看不太懂 對那這個信華部分是 他有機會會來到他的 這個地方 大家看一下 這是周限 他快要突破了 而且今天漲停板 所以一定是越過去的 一定是越過去的 那當然啦 這個 價格的東西 我覺得看醋比就好 看娛樂就好啦 誰當股王有那麼重要嗎 對不對 沒有那麼重要嗎 你看我們的那個4星 也是從底部上來 之前4星KY是從底部上來 從底部上來 那這個信華也是嘛 所以說誰當股王到底有沒有那麼重要 我覺得還好啦 這種氣勢上的一種 感受而已 只是 聽起來好像比較厲害 那其實 因為你現在去進場去追 那 你能夠翻倍嘛 你現在進場再去 買的話 3000塊翻成6000塊 有可能嗎 搞不好有可能啦 但是 就是說 可能他漲幅就沒有那麼大了嘛 對不對 感受上是這樣嗎 那當然他現在在今天是漲停板 所以說他是 應該明天跳況開高上去的話 就會 再度 跟事情拉出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差距 這樣子 新聞的部分 再來看下一則新聞 工具機今天登場 那工具機的部分 我沒有找新聞 因為 就是大家有興趣的話 去看一下 3月25號 上週五的 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就有分析一些工具機的一些 個股 那上癮呢 其實如果說你有照著 那個 去做的話 那當然啦 在禮拜一的時候他是漲停板 所以他的 呃 成交章數 可能沒辦法去 對應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都說 這個成交量不能比他還要大 我們以這樣為一個策略 那剛好我昨天遇到一個砂盤 然後他前面又是漲停板 那漲停板就鎖住嘛 鎖住之後 那個成交量當然就沒辦法放得更大 就蠻合理的 就蠻合理的 所以說這一根呢 就稍微的模擬兩可 但是 但是昨天 我也是有在騎貨那邊有去做進場 這樣子啦 騎貨那邊有做進場 那今天就蠻幸運的有拉 拉到 拉上去 所以 出出都是機會啦 整張說 我們今天要主獎是這個 軍工啦 軍工的部分 就是說 反正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 軍工整個族群就特別強 然後呢就說是這一個 我們的這個 總統當選人 賴清者近期展開這個 信賴 產業之旅 所以說 就有上漲 反正呢不管怎麼 不管是什麼左漲右漲 上漲下漲 那 只要會漲的股票 都是好股票 那我們就來 稍微看一下三檔吧 然後我們就 很快速 隨便看一下 那看一下這個 八貫吧 那八貫目前 如果說以上方這個為一個 一個區間的話 上方這邊要拉高一點 上方這個地方為一個區間的話 那代表說呢 在今天 在今天這個位置 在今天這個位置就是一個突破 所以如果說啦 如果說他有回撤到 135這邊 直穩的漂亮一點 直穩漂亮一點 那當然我們剛剛看的散影就是沒有到那麼漂亮 但是就是怎樣 其實我是在 呃 老實講是一個比較不良的操作 我是看他在昨天的大盤反彈的時候做進場 所以是有點偏 大概12點12點半的時候做進場 那他最後我們剛剛看到我們他尾盤是往下殺的 對 尾盤是往下殺的 好那就是 在這個135這附近做直穩再看吧 那再來看他風達科 風達科的部分啊 我們先關注一下 之前的這個前高點這個位置 大概110的左右這個位置 如果說他能夠 再延續的往上漲的話 然後突破 並且回撤下來 做直穩的動作 那再說 這110的一個位置 好那我們看一下雷虎吧 那雷虎呢 我們在上週有講吧 那我們這週再拿出來講 據說我們之前看的位置是在這裡嘛 然後這裡是一個 盤整區間 所以呢現在所有關注的雖然說他掌精板 但是我們一樣 在那個 禮拜一的時候 上也是掌精板 那昨天砸下來 今天是掌精板 對所以說 都不要覺得 他不會下來 都不要覺得他沒有機會 因為我們不知道掌精板是 誰 在裡面 有可能是一些葛日聰 那葛日聰搞不好 OK 那也可以啦 那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 有這個 算是 會員的問題 不算是會員的問題 不算是觀眾 那他是說 我的選股都是怎麼去 挑選的 因為就是從這個 基本上每一檔 都是從這個會員個股去 挑的嘛 然後他是說他是每天的 就一樣 按照我們紀律 我們就說要看字線結構 那是從這個 一點到一點半的時候 從這個成交量 去找這個 突破的回踩 我覺得都蠻OK的啦 那 成交量的大小 也OK啦 如果說你要把 成交量放進去 也OK 但是 你可以發現說 那些什麼 銀劍 銀劍股 他們沒有成交量 他們還是能夠往上去走 對 好那繼續看吧 那這邊就是我回答他啦 那就是 也沒有打說非常的詳細 就稍微簡短打 那因為我們丟了會員個股 基本上每一部影片都有大概 六七十檔 對是讓 應該說就是找多一點 然後因為不一定每一檔都有機會 就算我找七十檔 搞不好最後只有十檔 二十檔 甚至就是 更少 對所以說 那個東西是持續要去累積做觀察 就好像我現在 學習了 一加一 那 我知道一加一之後呢 那一加一等於二嘛 那之後呢開始學這個 可能這個 一加 一加五 等於六 但是我不會忘記一加一等於二 的那種概念 就是說那種 東西是不斷不斷 堆堆堆堆堆堆堆跌上去 不管說 這檔個股它是屬於哪個產業的 或者說這檔個股呢 它的支撐 我自己在腦袋裡 我知道它圖在哪邊 或是我自己設定 一個警示嘛 手機警示 它到價了 就想一下 然後我尾盤再來看嘛 我也不用 聽聽看 當然可以看的話 那就去看吧 如果說有電腦可以做操作的話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都是右側交易 那當然也要符合 我們剛才講 假設我們這一週找七十檔 搞不好最後有機會是十檔 甚至更少 符合 這個策略的才進場 所以說篩選到一個比較 OK的位置 再來呢 因為我們不是看好產業面 去算它的什麼 EPS 然後進場去蹲 因為呢 我認為啦 如果說你是大資金 當然你就左側嘛 你就直接買ETF 你直接買這個大盤 0050 00608 那就好了嘛 享受每年的一個穩定7%的一個 一個報酬嘛 甚至 不是之前網路上面有人說 這個直接整筆 整筆錢呢 你有多少錢 你有1000萬直接丟進去 時時時刻直接丟進去 在過往到現在的績效是最好的 不要這邊這個 什麼 這是 每個月定期 定額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不是產業面 然後呢 也不是說 很大的資金 所以並不是左側 而是右側 那產業面可能 有可能你進場去蹲 蹲個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好那 如果說你產業面非常強 有可能在 短時間之內 一兩個月 甚至可能搞不好一個月 或是幾週 真的往上噴 因為你抓到現在 當下最紅的一個趨勢 那如果說你其實 沒有辦法 那麼現在來 可能就是小白 沒辦法很清楚是知道的話 那你可能要蹲很久 半年一年 搞不好都有機會 那如果說你進場 去蹲 結果呢 他是又再往下跌個 2030% 那你能夠受得了嗎 那你要不要停損 這件事情其實又 又是不同的策略 對 那因為會強調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有聽過說 如果說我不要去 我不重壓一檔個股 而是分散很多很多 像是我自己手上 現在可能個股有了 三四十檔吧 三四十檔 分得太善 那不如買ETF 這件事情 其實當下聽到的時候 我想說 好像也有道理 但是我想想 不對啊 我們不是就是做右側交易嗎 我們等他突破之後 回側 我們才進場 所以說 這檔個股有可能在 一週之內就會 有跑出行情 比如說一週就有10%讓我賣 那一週可能就有機會 可能就是 一週之內可能就會停損 那停損之後 我們又把這筆資金 再挪移到另外一張個股 所以說 有一點類似隱形的開幹桿 那那種隱形的開幹桿的感覺是 我們把時間成本這個部分 這個成本的東西去 縮短 像我們剛剛講 產業面 如果你看得準 有可能一個月 甚至幾週 就往上噴 但是如果看不準了 有可能你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看不準 這個產業不錯 像大家可能搞不好 現在還是很多人去蹲所謂的文貌 或是說MCU的 這個星堂 或是說IC設計的這個 創委 或是說這一個 就是以前做這個車用電子的 蓬城 現在都還是 還蠻爛的嘛 如果說比起其他來說啦 所以說 這是我的自己個人的一個 非常主觀的一個看法 那 不知道怎麼挑 OK 很簡單 就是挑自己喜歡的 產業 因為人總有那個 感情的一個存在嘛 你不會說 好我們在節目裡面很常講 你有兩個小孩 然後你 你在 你在場面話的時候 我兩個小孩都喜歡 一半一半 我的愛就是50% 但是呢 你自己心中知道啦 不可能50% 不可能50% 人不可能50% 你一定會有 50.1 49.9 這樣的一個 喜歡或不喜歡 所以 就挑自己喜歡的產業 你喜歡墊子 那就挑墊子 不過我覺得在台灣 就是做墊子 會比較好 那在其他 市場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說你去掉一些 歷史數據的話 你會發現說在台灣就是 你做個股 做半導體 其實就是 最噴的嘛 像我們之前有去掉 10年的績效出來看 4星KY 漲了8000% 好8000% 這樣子 對 那 去看嘛 那因為我們剛前面講 我們是右側 很快就會告訴你答案 那我真的 我自己個人 也不知道說買到哪一檔 會噴 有一個人我買A 結果漲B 但是 我只能去期待 來下一波再上 比如說現在在大盤 在橫盤整理嘛 OK他會說 下大盤呢 可能某個族群又往上噴了 那我可能剛好沒有買到 那我只能等待 下一次 這樣子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所以 我到後來會變成說 比較打的 比較散一點 所以 必須 我們要提高自己的績效 就是要 本金啦 本金還是不斷的去投入 然後你要限股操作 你要開一點 期貨小槓桿 現在目前是有開啦 期貨的槓桿 那就是能夠比較 快速的去上去 大家有可能快速再下來 OK 那再來啦 就是你可以選 有沒有族群性 比如說現在重電 電線電啦 對然後再來可能就是 剛講的軍工嘛 工具機 機械幹線股 或是 或是一些 工業電腦 等等 那你可以 你也怎麼挑 可能你可以挑 族群性裡面 再更強勢的 線圖最陡峭的 你不要覺得說 這個管理率最高 可能會往下跌 沒有 這個 華城大家覺得他會下來 結果一路這樣漲到 800多塊嘛 最近不是大家在說 這個跟台積電比 已經超過台積電了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方式是 讓我解決 兩個問題 我覺得最最最大的問題 還是 避免FOMO 因為其實在台積 是4小時半的一個 交易時間 那其實我們都說在最後尾盤 去做進場 那每每每一次 你有時候看 單一看 一檔個股的時候 你只關他這一檔 你基本面子關他這檔 你殘面子關他這檔 那如果他今天直接噴了 7-8%上去 那你會不會追 有可能你追了之後 然後可能又被倒 或再倒下來 然後就追在一個 很莫名其妙的地方 所以說這個方法呢其實也是不斷不斷的去 修正 然後又有點算是說達爾文的進化論的感覺 對 大家應該聽得懂 就是在股市裡面呢 我每天在做復盤 然後每天去調整 左條右條 然後最後呢 進化成現在時時時刻的 東西 然後跟大家說分享的一種概念 OK那今天的 這個大概三張子啦 那我還是 一樣啦 因為沒有人知道 買到哪一檔會噴啦 其實你就算你做產業面 你也不知道嘛 對當然有可能你做的真的很透徹 OK那真的 如你預期 但是呢 有可能你這一生中 剛好就種著一兩次 那你後面可能都不種 這也有機會啦 但你有可能每次都種 財富就此 翻倍 翻上去 都有可能 對 那就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停地的部分 那停地的部分呢 那就比較簡單只有一檔 那其他就是 昨天跌下來然後今天漲回去 那就沒有去做 太多的一個部位調整 那這個滑城的部分 對今天再賣一點點 再賣一點點 那因為呢 主要是他跌破了五日均線 那當然啦 在這個位置我花一條線 就認為說 Maybe他有機會的質問 但因為今天跌定版 對然後 再加上呢 我覺得 就是在處置當中 我會 心中啦 心中自己在想 會不會跌下來 有一個更好的價格去做 比如說跌到560之類的 但 對沒有要看衰他 跌到560的話真的是又跌了 超級無敵多啦 超級無敵多 對所以說 如果說等待他質問 或許會把倉位再加回去 那我賣的位置基本上 不是賣在最低啦 711嘛 成交加711 那看一下我預估報酬 84.38% 因為我們之前呢 就有丟在會員個股 丟到這個地方 啊我是在這根進場 然後711是在 這裡 差不多這裡 OK 差不多啊 80幾%這樣子 所以今天只有一檔停地 那我們就來繼續看下去 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這個 資金流的部分 我們剛剛是有少講什麼東西嗎 沒有沒有 那我們繼續看 那資金流部分就剛剛講 就是我個人會比較去 目前來說比較 去偏看 這一類的東西 那其實設備股 之前已經講了蠻久 然後在今天 在行情好的時候 就往上走 當然行情不好的時候也會下來 不過 目前的 豬流 然後呢 這三個東西 我覺得是 有一點被市場 包在一起看 就是工業電腦 機器人跟 工具機 就有一點被 包起來一起看 那 工具機是因為今天有工具機長 那 可能他是 日本的這個 升級的 利多 那再來呢 機器人是因為 上週的 輝打的那個 GCC大會 那工業電腦就是 在去年沒什麼漲 應該說 對休息 蠻多一陣時間 然後 我自己個人也是有看到幾檔 工業電腦可能 目前是有些潛在的機會 那反正呢 反正就是 會在 會員規果抓一些 不知道怎麼抓了 那就是去 嘗嘗看看 好那看下去吧 那就還是有 PCB 然後呢 銀件 真的很強 再來就是這個 電線電腦 不過電線電腦真的是噴得太 噴得太上去了 上禮拜假日的時候有分期 不過基本上 好像只有一檔有機會啦 然後其他檔 都沒機會 對所以我也沒有抓到 我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抓到 然後再來呢 集團性的話 其實這個 紅海集團 真的有 這跟 之前是神盾嘛 神盾之後是上藥 上藥之後是紅海 不過今天的這個 上藥也是很強 今天上藥呢 有 三男士掌停板 他走勢真的是 我覺得很難抓到 很難抓到 對然後再來就是 贏劍 還有呢 就是 剛剛講的 軍攻概念 那軍攻概念股呢 我不曉得他會不會 之後又 把那個跟機器人概念股 咬著會 因為他是 一直講軍攻軍攻 其實老實講 實體上做什麼 我自己個人也不知道 我只要無人機 那無人機會不會其實 有一點偏 所謂的 自動化的無人機 然後是什麼一些 像美國不是早就一些 送餐的嗎 就是 一些 就是超越 Uber UberEats的一個東西 然後 還是說他是UberEats 其實我沒有研究太多 那反正呢 就是面板一樣 設備一樣有 然後機械人概念股 我覺得 他就是有點跟三個 三個族群都結在一起看 然後還有一些 試驗的這個 電線電纜 所以我會覺得 都是機會啦 真的是 處處都是機會 那當然如果說看大盤 會覺得 好像稍微有點模擬良可 但是其實 就還是蠻多機會 這樣子 OK 25分鐘 思考一下 25分鐘 好啦我們錄在下一部影片好了 好那這部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